这辆休旅车撞到车头全毁 有如一堆废铁 而遭到休旅车撞击的小客车 侧面车身严重凹陷 安全气囊爆开 小客车驾驶严重骨折 送医治疗 小客车的女乘客伤势严重 送医抢救人群告不治 这次今天凌晨4点多 发生在高雄的死亡车祸 车祸原因 全因休旅车的19岁黄姓驾驶 贪快闯红灯所致 从这边开过来 他从这边开过来 印象中是有传红灯这样子过去 你那时候速度大概多少 大概六七十有 六七十啊 警方调查 肇事的休旅车驾驶 行进六合路和林森路口时 红灯都已亮了45秒 还闯红灯 结果撞上杜姓男子驾驶的小客车 小客车遭撞后 整个180度回转 再撞上路边灯杆 休旅车则撞到一旁店家骑楼 才停下来 肇事驾驶讯后 被依过失致死罪送办 董新闻高雄报导